接著我們要上的內容叫做立舉跟盡力平衡 先教立舉然後再教所謂的盡力平衡 立舉會扯到所謂的幹桿的原理 我們到我後面再跟你說 第一個是我們古時候教的事情 兩立平衡的條件 大小如何方向如何然後會怎麼樣 來來來 我們這是古時候學的 古時候學的東西請問您 他兩立平衡的條件是什麼 兩立平衡的條件 十三 兩立平衡的條件 大小相同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請坐下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就在一條直線上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就在一條直線上 按照我們過去所學到的合理的說法 如果這兩個碗頁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合理多少 合理就是零了嘛 合理就已經是零了 那怎麼會蹦出一條要做 坐在一條直線上呢 你不是已經是合理為零了嗎 就沒有受力了嗎 那為什麼還不平衡呢 還要再加一個要做在一條直線上呢 因為 像這樣 這樣是不是大小相同方向相反啊 對啊 可是它會發生什麼事 不一定 它會 轉圈圈啊 你把它捏圓 你就只有知道它會轉圈圈啊 這樣就有在動嗎 就沒有要求 因為我們這裡要交的平衡是所謂的靜力平衡 所謂的靜力平衡是原來是靜止的受力之後仍然保持靜止 它在轉就沒有保持靜止啊 就不是我說的平衡啊 所以呢 不行 不行 所以要有一個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它才會不轉 它才會不轉 所以 要多個條件 OK 那這個轉 讓東西轉 這是一個物理量 我們稱之為力矩 也就是說 如果東西有受到力矩的作用 它就會轉動 如果東西有在轉動 就表示它受到一個力矩的作用 所以力矩會產生所謂的轉動 轉動就是跟力矩有關係 所以這一題的合力雖然是0 但是合力矩不是0 但是合力矩不是0 當回會交怎麼算力矩 就知道它合力矩不是0 所以它就會轉動 那麼力矩 當它轉動 那力矩跟什麼因素會有關係呢 當然一定會跟施力有關係嘛 施力比較大 力矩就會比較大 但是除了力量之外 還有什麼因素呢 我們就舉了這個推門的例子 在門上面 1、2、1、2、1、2、2、2、3、2、4、5 怎麼樣推著門 門比較轉動嗎 要從哪一邊施力 這個門最會容易轉呢 這個用生活經驗就知道了 不用講理話了 生活經驗就知道了 哪一個會比較容易轉動呢 哪一個施力會讓它會特別容易會轉動呢 3、4號 F2 請坐 F2 嗯 耶 嗯 那麼這個F2是什麼樣的因素呢 什麼樣的選法呢 因為他轉動的力矩比較長 然後去拉他 他會轉動 有力矩 他會用繩子往上的小拉斷 力量不同 轉動情況不同 跟力有關 然後現在放不同地方 跟距離有關 之前就是那個轉軸那一點 將彈簧證勾入行 試著看方向 一個不同方向拉動彈簧證 觀察門板轉動的瞬間 彈簧證讀數方向 我們發現當作用底部的時 施力的方向和門板的夾角 越接近90度 而產生轉動效果的施力越小 你剛才的F2就是怎麼樣 你那個支點會比較遠 所以產生的力矩會比較大 所以容易轉動 所以中和這個影片 我們曉得 影響力矩的因素有三個 一個是你施力的大小 第二個是你支點的距離 第三個是你的角度 但是我們角度國中生 就是要求你要垂直 然後想要把它導成垂直 但是不會有一些 關於角度上面的計算 因為那樣三角函數 國中沒有交 然後就是要把 重點是它必須要垂直 這當然會說 所以我們就發現 力矩影響力矩的因素有三個 一個是施力的大小 一個是根支點的距離 一個是它施力的角度 那麼如果力矩越大 東西就越會轉動 越容易轉動 力矩如果越小 東西就越不會轉動 越不會轉動 那你要曉得 轉動是跟什麼因素有關 轉動是跟力矩有關 這是我們這裡 跟各位所介紹的